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贝敏 大马皇家海军今天早上在霹雳宏图坎海军基地 进行海军建军日彩排 多架直升机进行空中表演排练时 其中两架直升机不知何故发生碰撞 之后坠落地面 造成机上七男三女军人当场丧命五一生还 现场视频显示 事发时大约有7架直升机在今天早上9点03分左右 从同个方向飞出后分散飞行 其中两架直升机分别是海军航空兵的 非洲小湖和AW-139直升机 两者的飞行距离越来越靠近 之后就相撞 接着双双坠落 机身残骸和碎片在空中散落 场面骇人 AW-139直升机坠落在宏图坎体育馆的观赛台 非洲小湖直升机则坠落在体育馆的游泳池内 早上9点45分 各拯救单位赶往现场救援 救援团队从机身残骸中找到10具罹难者的遗体 10名罹难者分别是乘坐AW-139直升机中的7人 包括机长莫哈默费达乌斯中校 万热扎乌丁少校 莫哈默阿米鲁法里斯少校 莫哈默法伊莎二级准位 诺法拉西米二级准位 诺拉西扎中士 以及朱安娜费利西亚一等兵 乘坐非洲小湖的三人分别是 机长莫哈默阿米尔中校 西瓦苏丹少校 以及莫哈默沙里詹二级准位 其中三名罹难者在半个月前 才刚在失事的直升机前拍摄开斋节祝贺视频 如今却发生憾事实在令人唏嘘 其中一名罹难者莫哈默费达乌斯的妹妹艾亚指出 家人是在今天早上从社交媒体得知此事 并指哥哥早上才刚和父母通完电话 不料不久后便接获二号 家人都无法接受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 首相安华以及国防部长莫哈默 卡利诺丁等人都发帖向死者的家属致哀 当局也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撤查事故原因 在升降机内向唐市青年泼热水的 华裔女销售员 今天面对司法审判 她被控以武器严重致伤他人罪名 华裔女子扶手任罪后 遭法官重判 监禁10年以及罚款6000令吉 39岁被告于肃齐被控在本月19号 在槟城新港某公寓升降机内 用保温湖内的热水泼向一名33岁的印翼青年 基于被告没有委任代表律师 因此只能由现场处理其他案件的 法律援助代表律师吕吉昌代表被告辩护 被告聆听控状后向通议员反应 当时泼的是热水不是化学液体 在厘清控状后她表示认罪 第一厅法官阿扎尔宣判时指出 伤者当时并没有挑衅被告 被告的行为残忍和不人道 因此判处她监禁10年 另外加罚款6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则以12个月监禁取代 彭亨关单方面 一名29岁华裔青年被指在去年1月到同年6月之间 哄骗一名21岁的物易女子 将1435令吉汇入6个不同银行户头 今年4月8号到13号之间 被告在以苹果智能手机欺骗一名16岁的少女 将2280令吉分12次汇入8个不同的银行户头 4月14号 被告对同一名少女做出口头恐吓 还带着另一名男子上门追债 而在4月15号 被告的手机被发现存有一张受害少女的裸照 被告今天在彭亨关单法庭 被控两项商业刑事诈骗罪 一项拥有少女裸照罪和一项刑事恐吓罪 但是她皆不认罪 法官最终允准她以15000令吉和4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三天前为了赶到篮球比赛帮忙 在乘车途中不幸车祸逝世的16岁华裔女生谢诺依 今天早上出殡走完短暂的人生 大约50名同班同学篮球社和田径社的队友们 一起到场送她走完最后一程 而最爱诺依的父母因为不想让女儿看到他们伤心痛哭 走得不安心 而选择留在灵堂目送女儿的灵车出发 他们说女儿不爱哭也不喜欢看见他人哭泣 因此在灵堂前答应女儿不再哭了 诺依的同班同学篮球社和田径社的队友们 今天早上在获得三州教育局特别许可下 在代校长翠尔坚的带领超过50人齐聚灵堂 和亲友一起送诺依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诺依生前的篮球教练也带着球友一起来送别 董事长胡国钦说他但愿诺依可以早日超生和转世 来世再回来镇中当他的镇华儿女 诺依的双亲谢福祥和林暖玲 在女儿出兵之际只是站在灵堂目送灵车出发 原来他们是不愿意让女儿的在天之灵看到二老痛哭 而选择在灵堂处拍打女儿生前最爱的篮球 缓解私女之情场面令人心酸 事发当天开车载着诺依赶路时同样遭遇车祸的堂哥谢雨晨 送堂妹最后一层时也红了眼眶 霹雳太平把登陆一间手套厂 今天早上发生火灾 浓烟滚滚冲天还传出爆炸声 数百人慌张逃出 消灵源花了将近三个小时才得以控制火事 根据现场民众透露 火事是今天早上8点40分从工厂后部烧起 浓烟滚滚冲天 路过的民众指出 事发时曾经听到火场传出爆炸声 由于大火蔓延得很快 情况危急 工厂负责人立刻将员工疏散到工厂外 消灯源在今天早上11点多控制火事 目前仍在调查失火原因 罗佛新山一名汽车维修业者 24岁的罗家涛 昨天下午在行动党罗佛在野区服务团队主任 莫明豪的陪同夏召开记者会指出 他和父亲失联十多年后 半个月前却突然接到大尔龙的恐吓来电 指他是父亲的借贷担保人 要求负债子还 大尔龙还使用他数年前的照片 经过恶意剪辑后 上传到社交媒体吹载 企图破坏他的名誉 他说他们一家原本居住在雪州沙阿南 基于53岁的父亲罗杰威 在外头已经有第二个家庭 因此他和哥哥带着母亲 在2009年搬到柔佛新山居住 之后父母的婚姻也只剩下一纸婚书 双方不曾联络 大尔龙称只有见到他 登报断绝父子关系才愿意放过他 他颇于无奈下 只能切断父子关系 希望大尔龙不要再骚扰他和家人 台湾花莲在这个月的3号 发生7.2级的大地震后 至今三周过去了 但是当地还是陆续出现余震 今天凌晨再次发生高达6.3级的余震 当地人都担惊受怕夜不能寐 花莲县政府周二早上8点半召开记者会指出 花莲从今天凌晨发生的第一次余震开始 15个小时内一共发生了180次较强烈的余震 两座大厦严重倾斜 而位于花莲市东大门夜市附近的统帅大楼和富凯大饭店 在7.2级大地震后就已经出现损毁 被当局判定为危楼 而如今的余震对两座大厦再度造成伤害 中国广东佛山九江大桥 周一晚上发生船只撞到防撞蹲后沉没的事件 船上当时载有11人 只有7人获救 其他4人失踪 九江大桥目前已经暂时关闭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专家对九江大桥进行初步鉴定 主体结构没有见到明显的受损 但是桥梁、防撞蹲、有擦痕 需要做进一步的安全鉴定 美国方面 前总统特朗普封口费一案 于当地时间周一在纽约曼哈顿开庭 特朗普出席了庭审并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77岁的特朗普因为支付成人影片女星丹尼尔斯13万美元 大约62.1万令吉 却伪造相关付款记录仪式 检察官将这笔付款形容为 特朗普在面临其他粗暴性指控的同时 也在欺骗选民的犯罪行为 但是特朗普这回在法庭内依反常态 显得异常安静 反映出他了解这起案件的严重性 特朗普涉及的最终刑事诉讼案 预计审讯6州 一旦罪成最高可判监4年 换个焦点 以色列国防军在4月7号撤出加萨南部的汉尔尼斯 加萨民防单位周一指出 当地纳塞尔医疗中心的乱葬岗里 已经发现将近300只遗体 一些遗体被发现时 双手双脚都被绑住 还有现场处决的迹象 印尼方面 印尼宪法法院周一驳回 两名落选总统候选人提出有关选举争议 要求重新选举的请愿 这意味着在2月大选获胜的普拉伯沃 确认当选总统 身边的人都到日本旅游去了 是的 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到访日本的游客人数超过300万人 比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3月 足足高出了11.6% 相比去年3月更是飙升了70%左右 新闻结束前带你去看看日本的游客盛况 我是贝敏,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